喂 你好 我是爺爺 妳找誰 喂 爺爺 是我 我是隔壁的花花 是妳 請稍等 是隔壁的花花 花花 妳這種時間打來找我們 有什麼事嗎 爺爺 是這樣子的 我爸爸媽媽他們臨時出去了 留我一個人在家 想說我可不可以到你們家 借住一晚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當然沒問題 那妳東西準備好 就可以隨時過來了 好 爺爺 那我等一下把東西收一收 我就去你們家囉 好 那 好 拜拜 爺爺 拜拜 爺爺 你那是說什麼 不是 不是視訊嗎 我沒有那個功能 沒有 你沒有啦 講完了 講完了 怎麼了 就隔壁鄰居花花他爸爸媽媽 是在做旅行社的 他們就要帶團出去 所以家裡面就只剩花花一個人 所以他待會就會過來我們家 借住一晚 原來是這樣 害我嚇一大跳 就是啊 嚇得我一條老命喔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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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啊 快快來我們家 這樣子就有人朋友睡覺了 好開心喔 什麼時候來啊 唉唷 現在不是等他來的時候啦 現在呢 是要把鬼故事把它說完 繼續 繼續 爺爺換妳接 換妳接 沒有鬼故事啦 我要聽爺爺奶奶講的 正正常版 好 準備了啊 即將迎來世紀大結局了 聽好 說到了這個公主 她不是遇到壞巫婆嗎 對 不然呢 她跟壞巫婆決鬥 有好事 有壞事 他們經過了很多事 之後呢 這個公主還認識了一位王子 從此過了幸福快樂的生活 故事結束 蛤 就這樣喔 沒了 沒有嘛 現在時間也這麼晚了 待會兒花花也要過來 要趕進度 讓故事結束 才可以讓你們睡覺啊 沒有 那人家故事中間神略一大段 對啊 終於有聽到故事 好啦 你們爺爺說得對 時間晚了 你們趁現在趕快先去刷牙 等一下花花一來 就可以直接睡覺了 可以啊 下位是花花吧 我去開 有可能是喔 這個時間應該也只有花花了 花花 哈囉哈囉 大家晚上打擾了 不會 不會 阿花花 妳爸爸媽媽就是帶團 是去哪裡啊 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他們就叫我 打電話來問 可不可以來住你們家啊 好 沒問題 我們家呢 隨時歡迎妳來借住一晚 那妳趕快跟姊姊 刷牙吸煉 上床睡覺了 對啊 趕快去睡喔 包含妳 哥哥 一起去睡覺了 故事都還沒說完 明天再說啦 好 記得要刷牙耶 哥哥 喔 孩子 老太婆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也去睡覺吧 好 好 走吧 走 你說奇怪的嗎 你一打哈欠 我就想打哈欠 誰打哈欠 來 謝謝 早 被剪了 你說剪了 我剪了 奶奶 奶奶 都這麼晚了 你怎麼還在練歌啊 我練歌 我沒有啊 不信你們問爺爺 可是我聽到的是一個女生的聲音耶 不是我啊 那就是奶奶 對啊 也不是你們奶奶啊 你們奶奶啊 她只能一邊睡覺一邊打呼 她不會一邊睡覺一邊唱歌 我沒有打呼啊 沒有 美女是不打呼的 感覺這樣就很奇怪啊 不是爺爺也不是奶奶 確定不是你 不是我 那是誰啊 該不會是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我聽這個聲音 有一點笑 這不是花花的聲音嗎 對耶 是花花啦 我都忘記花花今天住在我們家了 真的嗎 可是怎麼 只有花花的聲音 卻沒有花花的人啊 等一下 花花去哪裡了 她不是跟你一起睡嗎 對啊 花花跟我一起睡 可是我起床的時候 就沒有看到她了 睡到消失了 睡到消失了 我真的都感到快樂 花花 你怎麼在廁所唱歌啊 你怎麼在廁所唱歌啊 花花啊 你是大半夜的 你在廁所唱歌唱那麼大聲 做什麼啊 因為 我晚上起來想要上廁所 可是黑黑的 我很害怕 然後我又怕吵醒你 我就 我就想說唱歌可以壯膽啊 這樣子我就不害怕了 沒想到 把你們都吵醒了 對啊 花花 你的歌聲是還滿特別的啦 只是 只是呢 不要在這個半夜裡面唱歌 你看 把大家都吵醒了 所以拜託你下次呢 不要在這麼晚的時候唱歌 忽然我們都會以為是有那個 對不起啦 讓你們嚇了一跳 其實 我也是害怕會有這個跑出來 所以 所以我才會在半夜唱歌 對不起 我吵到你們了 哎呀 花花 我知道啊 你到不熟悉的地方 你會覺得很害怕 可是啊 你在這邊大半夜的 你不管是唱歌還是放音樂 如果太大聲的話 不吵到其他人休息 才會影響到他人過席喔 這個也由我最懂啦 我跟你一樣 也很喜歡唱歌 所以下次如果要唱歌的話呢 可以在早上白天的時候 那如果是晚上八九點以後呢 那就不要唱歌啦 也會吵到街坊的鄰居嘛 真的很對不起 我以為啊 我唱歌幫自己壯膽 沒想到把你們都吵醒了 對啊 不要緊的 花花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房子 比較老舊了一點 個音也比較差 所以呢 我其實平常在房間的時候啊 也學在客廳裡面 看電視或是講電話 我都聽得一清二楚喔 老猴子啊 你剛才說講電話 你都聽得一清二楚喔 一清二楚啊 那該不會 我跟隔壁王太太說 我都把私房前藏在冰箱的室裡 都知道了吧 第一層跟第四層 對啊 我都知道啊 怎麼了嗎 喔 沒事 我的錢就是你的錢嘛 對啊 你不用太在意 花花 如果你等一下 還想要上廁所的話 你可以開燈 這樣就不會黑漆漆的啊 你也不會害怕 但是如果呢 你真的真的 真的很害怕的話 你可以幫我搖醒 我可以陪你啦 你最好了 謝謝 不客氣 那 時間也滿晚的了 大家趕快準備上床睡覺 GO GO 終於可以好好睡覺了 快趕快了 睡前再上一下廁所 才不會半夜還要爬起來 好 好 老大婆 好 我們睡覺啦 看這老頭子啊 我這樣子被孩子們這麼一折騰 我現在有點睡不著了呢 睡不著啦 所以妳打電話找隔壁的那個 黃阿姨聊天啊 哎呀 現在都幾點了 打電話給別人 因為吵死人啊 對啊 那 我們來 動動身體好開心怎麼樣 你說 動動身體嗎 欸 要不要啊 好啊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預備 好 來 老頭子 這個油肌看起來又油又香的 感覺很好吃的樣子耶 你 你覺得呢 看起來是不錯的啊 不錯對不對 那我來訂一箱啊 欸 且慢 老太婆啊 不用買電視購物的東西 那為什麼啊 如果啊 你買了之後呢 你付了錢 東西沒借來怎麼辦 那如果呢 你付了錢 東西借過來 長得跟他們這個影片中的不一樣怎麼辦 如果呢 東西借過來 你拆開來了 不行我先壞掉了怎麼辦 我怕你騙騙 不要買 不要買是不是 好 那我先問你啊 你昨天吃的那個筍絲蹄膀好不好吃啊 筍絲蹄膀 筍絲啊 都非常的脆 蹄膀呢 則是QQ軟軟的 好吃 好吃對不對 那今天早上吃的那個 蔥肉酥餅好不好吃啊 蔥肉酥餅 蔥肉肉酥 我還吃了兩個了 也很好吃對不對 還不多吃 那我再問問你啊 你現在嗑的這些瓜子啊 還有喝的這一壺茶 好不好吃好不好喝啊 瓜子配上這個茶 就像人間美味一樣 喂 白老婆 我懷疑你想要插開話題 但是我沒有證據 反正說不買就不買 不買是不是 不買 真的不買 不買 確定不買 不買 那你就把你昨天吃的 筍絲蹄膀 蔥肉酥餅 還有這個瓜子 還有那壺茶都給我吐出來 噴出來 怎麼吐 為什麼要吐出來啊 因為這一些都是我 從那個購物台買的啦 你說的這些東西 昨天的今天早上 都是這台買的喔 是啊 所以你不用擔心被騙 可以的可以的 我現在訂了啊 等一下 你忘記了 我們隔壁的王先生啊 他也是用這個電視購物 他不是買了好幾雙的襪子嗎 有天套穿的時候 有一雙襪子 破了一個洞啊 這品質是堪憂啊 這個王太太後來有跟我說 他說是被他們家那隻小貓 給咬破的 你叫有貓啊 有啊 什麼花色 一隻虎般的橘貓 胖胖的 很可愛啊 橘貓啊 十隻橘貓 九隻腿 不行 我想到呢 在另外一邊的陳先生啊 他們家不是也有去買那個 蛋糕嗎 然後蛋糕呢 他沒有檢查就冰到冰箱裡面 他想要吃的時候拿出來看 妳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少一塊啊 妳吃的 不是 我怎麼會吃呢 那是陳太太跟我說啊 他那個小一塊的蛋糕呢 是他孫子來玩的時候 把他偷吃掉的啊 所以沒有被詐騙嗎 沒有 妳想太多了 我都是關心妳嘛 我怕妳被這些電視台騙啊 妳到時候如果被騙啊 妳就不要來我這個 胸膛哭泣喔 行行行 好了好了 妳別再念了 天啊 我都煩死了 耶 奶奶 妳們感情很好耶 樓上都聽到妳們的 彈笑聲耶 真的啊 那我們要去打球囉 好 哥哥慢走啊 拜拜 哥哥你等一下 回來回來回來 今天天氣有點涼耶 你穿這樣子會感冒 你防風外套戴了沒有 還有還有那個毛巾啊 你運動會流汗 你要用毛巾把汗擦乾 才不會著涼 還有那個水壺很重要的 運動啊要多補充水分 你都戴了沒啊 奶奶 你一下子問了好多個問題 我要選擇哪一個先回答 對啊 老太婆 你現在問這麼多問題喔 哥哥都不知道回來哪一個啦 你這個就讓哥哥覺得 你也 爺爺 我沒有那樣說喔 對嘛 哥哥才沒有那樣說呢 哥哥啊 知道我就是關心他啊 那是我的寶貝金孫嘛 那像你啊 成天在我旁邊這樣 你不煩啊 我都煩了 來 哥哥 你先來這裡坐一下 我去幫你拿那個水壺啊 外套啊 毛巾的 你陪爺爺剋下瓜子 奶奶昨天從購物台買的 奶奶 其實我不覺得冷啊 哥哥啊 有一種冷 叫做奶奶覺得你冷 有一種 是爺爺擔心你了 來 吃瓜子 吃瓜子 哥哥啊 來來來 奶奶找到水壺啊 先給你 我等一下呢去房間 幫你拿洗好的那個外套 還有毛巾哈 你等著 怎麼了 我的游擊啊 老頭子都是你啦 在那邊一直念念念念念 害我的游擊被你念沒了 限量一百隻耶 沒有了很好啊 那你就不用冒這個風險 被電視台騙了嘛 所以不用花錢也是一件好事嘛 沒事的 就是說這電視台不會騙人啦 我不跟你說了啦 我去幫哥哥拿外套 順便把我的包包拿出來 到公園去跟朋友跳恰恰 奶奶 我是真的不冷啊 外套就 哥哥啊 你奶奶剛剛說她要去做什麼 跳恰恰 她要去跳恰恰 跟誰啊 怎麼沒有找我去啊 爺爺 一定是你不讓奶奶買游擊 可是爺爺我是關心她啊 對 我也知道 我懂爺爺喔 爺爺呢是關心奶奶 怕她浪費錢 被騙 對 到我們這種年紀 就是要小心啊 我懂 我懂爺爺 哥哥來 外套在這裡 走走走 奶奶跟你一起出門 老太婆啊 你跟誰跳恰恰啊 你怎麼不戴上我呢 我跟隔壁的謝泰王 太理太誠太太 不是啊 你問這麼多做什麼 你身家調查啊 我是擔心你 而且最近你不是腰扭到嗎 如果待會兒你跳舞的時候閃到了 誰扶你回來啊 還有最近感覺風也比較大 我派你出去讓吹風可能會照亮 可不可以哈啾 到回家還傳亮給大家 加上今天早上我看幾項報告說 好像隔壁機率會到30%至40% 我看我還是出門陪你帶巴傘 或者是雨衣吧 好吧 行行 好了 你坐下 你別在這邊 我耳邊這樣繼續撈撈刀刀了 我的公園跳起來 還要替你撈撈刀啊 不要 不要 你繼續嗑你的瓜子 我跟哥哥出門了 奶奶你也不用那麼生氣嘛 這 爺爺他 他是關心你 對啊 就像你關心我一樣啊 你怕我著涼 我水戶帶了沒 外套帶了沒 那是因為你關心我嘛 那爺爺就是關心你 才會撈撈刀刀 這是 對 哥哥 你說得沒錯 這都是愛的表現啊 老太婆 可是你的愛的表現 就像一隻小蜜蜂 呈現在我旁邊 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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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汪 哎呀你不煩啊 我都煩了 我只是一隻 心情 愛你的小蜜蜂而已啊 嘶嘶 嘶 嘶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別在那邊嘶嘶嘶 嘶嘶嘶 你坐下 你坐下 你就乖乖在家裡 嗑你的瓜子 喝你的茶就好了 我去公園跳 兩個小時就回來了 好 好 再見再見 我跟奶奶出門囉 好 拜拜 爸爸回來了 濕噠噠的 濕噠噠的 明天是好天氣 怎麼就突然下大雨了呢 媽 你要出門啊 你要去哪裡啊 你剛剛說外面下雨啦 很大 棒棒棒 這麼大 你看看 你看看 都是你啦 在那邊一直撈撈叨叨的 念到我出門都來不及 奶奶沒關係啦 反正現在也就下雨 我也打不成球啦 我還好 剛剛爺爺撈叨了幾句 沒有讓你淋到雨 嗯 哥哥 謝謝你為爺爺我說句公道話 兒子啊 你聽我批評理啊 就是我擔心你媽出去呢 可能會吹到風 可能會感冒 或者是淋到雨 他家不要出去的 也叫他不要去買那些電視 勾勾的怕他被人家騙 怕他花太多錢 他就嫌我撈叨 我這些都是那個什麼 那個 哥哥那什麼 愛的表現 對 愛的表現啊 爸做了這麼多啊 他其實就是那個 什麼那個什麼 愛的表現 對 就是愛的表現 像我老婆啊 平時也喜歡這樣 叨叨唸唸唸唸唸的 其實啊 她都是為了我好 欸 我有時候也是 我覺得這有點煩啊 喔 爸爸我聽到喔 不是 我當下覺得煩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啊 覺得其實因為 老婆她愛我 她才會唸我 這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愛的表現 對啊 老太婆 就是因為愛你 才會唸你 所以你就不要再嫌爸這樣 羅西巴說的啦 好啦 我知道啊 你爸這樣都是 愛的表現 可是 就是因為你爸 這麼的愛我 愛到 我那個購物台的油機 沒有訂到 你是說那個 電視購物上面油機 你媳婦訂到了啊 她不是在王太太家 學做那什麼糕點嗎 怎麼有時間訂啊 她們就一邊做糕點啊 然後在那邊看 想說還有梁竹 就打電話去 就訂到了喔 老公 我訂到了 你給馬當跟我講啊 我就知道啦 哈哈哈哈 哎呀 老頭子 你看看 你看看 屎活的都知道 我們家的媳婦兒啊 真Boss 這個東坡肉 好像需要醬油啊 醬油啊 這個家裡的醬油 好像沒了耶 沒了 那我去買喔 等一下 來 就讓我 你去買 所以你可以運動一下啊 對不對 那我來出發前 最後的準備一下 檢查 錢 戴 鍾心 戴 戴 鬍子 也戴了 好帥啊 帥 那我就去買醬油了 好 換走啊 但 爺爺 你要路上小心 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什麼約定啊 喔 披薩的妹妹 對 拜拜 等爺爺回來了 爺爺 你要早點回來耶 沒有想過我去相當買醬油 很快就回來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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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走了嗎 爺爺不見了 妹妹乖 妹妹乖啊 我說這是在爺哪兒出啊 想爺爺了 哎呦 妹妹啊 那你剛說 你跟那個爺爺的約定是什麼 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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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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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累啊 我还在等你爸买酱油回来嘞 现在几点了 现在已经晚上六点 我都拼了四个小时都还没拼好 你爸两点就出去买酱油 现在怎么六点了他都还没回来呢 爸也出门四个小时了 爸 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的老天爷 他会不会是被这个歹兔抓走 还是走路被狗追扭到脚了 不可能的啦 对啊 还是他忘了回家的路啊 妈 妈 不要哭啦 先冷静一下 我打电话给爸看他在哪里 好好好 你快打 奶奶你不用那么紧张啦 爷爷这么大一只怎么可能不见呢 而且他又不会做家事 他被抓走 应该是不会吧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等一下 我们不要紧张 来来来来 先深呼吸 深呼吸 吐气 再一次 深呼吸 吐气 是不是觉得这样比较放松啦 你爸接电话了没有啊 妈 爸没有接电话 直接进语音信箱 我是谁吗 妈 爷爷没有接电话 对啊 爷爷根本真的被坏人抓走 然后去坏人家里洗碗了吧 爷爷快洗碗了 妈 不然 不然我去搅拌好了好不好 我去搅拌 我去搅拌 我回来啦 欸 你们的脸怎么了 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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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刚刚都吃了苦瓜 笑一个 笑一个嘛 我笑一个 笑不出来啊 老爸你去哪儿了 怎么买个酱油 这么晚才回来 没有啦 我刚刚站的巷口 就是遇到那个黎伯伯啊 对不对 他就跟我聊天 你聊不太开心了 他邀我去他的家继续聊 就聊他的儿子 现在好像在那个美国念书 念得很高耶 三四层楼那么高 哇 那真的很厉害 怎么可以念那么高啊 你很高对不对 爸 聊聊都六点了 不好意思啊 很担心啊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接手机呢 手机 手机没响啊 没响 好呀 爷爷 你没有充电 就把手机带出去了 不好意思 不忘记充电了 你下次要记得啦 哦好好好 要不然我很担心的耶 哦 不行让你担心了 哦 宝贝对不起啊 我刚刚都快着急死了 哦 对不起了 哦 不行不行啦 你这样子真的很令人担心 但会有危险的 会危险啊 而且你这样常常忘东忘西的 会不会是得了那个人家说的 什么啊 啊老年痴呆症啊 哎呀 哎呀 老太婆怎么可能我的记忆力好得很 不相信的话 我们看 猪牛虎兔 柔蛇马羊 红鸡狗猪 蛇声笑背了出来 还有 直丑以卯称是五味生有虚害 哇 哇 耶耶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耶 我记忆力还很好啊 可是啊你人回来了 那 醬油呢 醬油去哪里了 醬油带我回来了 对对对 醬油 醬油呢 你在哪儿 醬油呢 嗯 醬油不会放口袋了吧 啊 好像放在李卑卑夹夹在那个茶几 的桌上了 哈哈哈哈 不要太开心就忘记了 哈哈哈哈 我带回去拿 带回去拿 好 我看你这样不行不行啊 怎么了 这样下去我很担心啊 让你担心啊 对不起啊 来来来我送个东西给你啊 让你担心还有礼物可以拿啊 长得这么好啊 我是什么啊 好期待啊 哎呀 还带上这个 哎 这牌子上面写什么啊 哎 这个是老人名牌啊 嗯 名字 柠檬爷爷 联络人 果冻奶奶 手机 0912 哎 这不是我的电话号码吗 哎 对啊 这要做什么啊老太婆 我帮你做这个老人名牌之后 万一有一天啊 你记不得回家的路了 有这个好心人士看到这个名牌 就会按照上面的资料把你给送回来了 哎哎老伴 谢谢你的好意啊 不过我觉得我用不到 我肌力还很好啊 而且 你看这个 有点像是那种电影里面 扮人照耶 你看 可惜啊 哪有这么帅的扮人啊 也是啊 说得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奶奶很厉害 她做得很漂亮耶 奶奶 我下次做一张更漂亮的送给你好不好 哎 先不用了哈妹妹 快 不用了 妈 这个太夸张了啦 其实人年纪大了 本来多多少少记忆力就会衰退 但是你们只要多出去走动走动 接触人群 这样子自然会增长记忆力哦 对对对对 给你快 我们走 YES 对啊对啊 我去跟米贝贝聊天 就是在活落我的脑袋 这样才不会老 才不会忘记东西嘛 对不对 哎呀 有 爷爷奶奶爸爸 我会不会也得老人痴呆症啊 我最近啊看故事书的时候 都会忘记前面在讲什么 然后老师他教我 写那个注音符号 我都记不起来 你们知道吗 我要不要看医生啊 妹妹你得老人痴呆啊 你怎么看 爸 妈 妹妹 你没有得老人痴呆 真的吗 可是我忘东忘西耶 你只是不认真而已 哦 一次忘了就多看几遍就会记起来啦 再不然你就默写 默写就一定记得住了 默写 奶奶你不是需要煮飯吗 等好久肚子很饿 对对对 我赶快去煮东坡肉 东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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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这就去做 但是这个东坡肉需要酱油啊 需要酱油啊 我的酱油啊 还在李贝贝家 爸不然我去拿好了啦 就让我完成我最后的任务 是吗 冲锋先最后检查 钱包 带了 手机 没电了 名牌带了 爸你还少带一样 我少带什么 妹妹 妹妹 你保护爷爷去拿酱油 好 那当然没问题 身为家中最小的妹妹 一定会保护好爷爷的哦 那爷爷牵着我的手 我们一起去动物园 走吧 走 啊 动物园 不是去动物园 是去拿酱油 走吧 拿酱油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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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